有业者在华联县捷安乡仁安村 深设养鸡以及屠宰场 而当地村民担忧场指位 在低洼地区又没有排水沟 大量污水将影响环境 而反对海滨段设置养鸡屠宰场自救会 要求华联县府辅导业者撤离 而8号上午自救会成员于县府前集结 先送交陈勤书给农业处长陈淑文 随即又前往华联县议会递交陈勤书 陈勤书指出业者在2018年申请养鸡屠宰场 一直到今年没有任何单位到场会刊告知居民 业者建厂的海滨段临近海岸观光单车路线与人口密集区 为何毫无还评县府核发建造依据在哪 仁安村民要求该养鸡屠宰场停工签厂 工部门他有这个讯息 但是呢但是他并没有说立即的帮我们说做出反应 那我们想说啊主管单位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我们的诉求的对象 那我们就把它移到这边让主管单位来要求他 毕竟他是他的那个主管单位他有他样的权利 反对海滨段设立养鸡屠宰场自救会成员 包括教会民宿业者居民等 上午先到华林县政府前递交陈情书 紧接着是步行到华林县议会陈情 分别由农业处长陈淑文 议会秘书陈德惠代表接受陈情书 因为屠宰比较是中央在管啊 所以他的那个量可能我现在没办法回答 但是养鸡畜牧的申请过程是由县政府这边来发 他的登记许可证 那他申请的是一个养鸡 然后是8000只的一个容量 去年那边有经过那个通过畜牧自治条例之后 那其实所有的新申请的业者 都必须依照我们的法规来办理 在在占地乡亲感到对他的毅力都没有解除之前 希望县政府能够好好的来做这一件事 来把事情做好 那我们也相信我们的议员 有非常乐意来协助大家 不管是议长议员 我们希望说建筑我能够秉持依法公正的形式 自治会召集人表示 养鸡屠宰场用水量很大 但仍安村没有完善的排水系统 恐怕会污染环境 养鸡屠宰场从今年2月动工 业者一直未进行正式的说明 事实上他从来没有做过一个正式合法的说明会 就是因为他从来不跟我们这些居民 说明说到底他想怎么做 他的规模有多大 然后今天他的项目是什么 他里面的设备是什么 他完全不说 然后他就做的时候就讲了一句我合法 然后他就一直做下去 是不是讲说他合法 然后就一切都没事了吗 其实不对 为什么所有的百姓都不知道 连居民都不晓得 他们施工了一年多了才知道说 工程告示牌才出现 才知道说原来这里要盖养鸡场 事实上他是要找就要应该怎么样 知会我们的啊 不是吗 花莲县政府也要求啊 你要去做说明会他就是不要 说明会 开说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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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民表示不知道养鸡场屠宰场规模有多大 有什么样的设备 而且仁安海冰段 风景非常优美 游客可能会闻到机场的恶臭味 导致花莲的观光被扣分 也希望花莲县政府能够辅导业者到适合的地点 还给花莲干净的土地 一定要召开说明会 这就是我们今天来 城抗的最大的原因 记者林杰 花莲市采访报道